各位观众大家好 昨天我们庆祝了耶稣受洗的节日 而在今天呢 我们进入了常年期第一周 在这个星期一里头 我们一起来恭听一段圣马谷福音 若汉被监禁以后 耶稣来到加里勒亚 宣讲天主的福音说 时期已满 天主的国尽了 你们悔改信从福音吧 耶稣沿着加里勒亚海行走 看见西满和西满的兄弟安德 在海里撒网 他们是渔夫 耶稣对他们说 来跟随我 我要使你们成为补人的渔夫 他们便立刻抛下网 跟随了他 耶稣向前走了不远 看见再伯德的儿子雅阁和他的弟弟若旺 正在船上修理渔王 耶稣立刻召叫他们 他们就把父亲再伯德和工人留在船上 跟随他去了 现在因为进入了长年期 所以我们一起听到了耶稣遭选门徒的这个故事 而耶稣在那个时候 一开始宣讲 就有一个很清楚的讯息在告诉我们 时期已满 天主的国尽了 其实这两句话也可以反过来说 因为天主的国尽了 所以时期已满了 那怎么样子来了解到天主的国尽了呢 因为耶稣这个时候 来宣讲天国的福音 他自己就是天主降生成人的这一位 所以他告诉我们时期满了 天主自己把他自己的爱显现出来了 在耶稣基督身上 让我们可以去体会他 所以你们悔改吧 信从福音 这个悔改不见得是 我们做错了什么事情 或是犯罪才要悔改 然后被宣判了你是什么样子的罪人 不见得 我们每一个人要认识天主的时候 我们就要换一种新的眼光 来认识他 来了解他 否则的话 我们很难真正地去相信他 所以在今天的读经一里头 在西伯来书里头曾经说过 弟兄们 天主在古时曾经多次用种种方式 借着先知对我们的祖先说过这个话 好 当初的时候 天主在古经当中用种种方式 包括了什么方式呢 那个时候包括了打雷 包括了地震 包括了什么锣鼓生肖 角色齐鸣的像这样子的 把人吓坏了 天主在那个时候 用这样子的方式显现出来 所以人们对天主是一种惧怕的心 而在这个时候呢 在这个末期内 也就是时间满了的时候 天主自己来告诉我们他是谁 他借着他的儿子对我们说话 那这个就不一样了 自己的儿子了解这个父亲是什么样子的 这个耶稣基督他了解天父是什么样子的 他来无非就是把我们显现 对不起 无非就是让我们来知道天父就是爱 所以我们需要换一个新的眼光 把那个害怕的那种心情拿掉 过去的人他们感受到那个地震 因为天主的灵在还有雷鸣 他们都觉得这个天主是个太威严 太恐怖的天主了 今天呢 天主却是用一个人的形象出现 给我们用人的语言来表达 我们可以用人的心来体会他 我们从新的角度 悔改的心来开始接受他 来过这一个平日的长年期吧 感谢观看